哈喽大家好,我是ARP主,又回国科 今天为大家带来电视上没有播出过的一集 名声案柯南 柯南特别片第25圈中的一个案件 神隐之谜 所谓神隐指的是人被神明鬼怪隐藏起来 一般有人家的小孩无端失踪 村民们如果长时间搜寻仍然找不到 就会判定神隐现象的发生 日本三大神隐案包括了 七岁女孩石井武失踪案 四十秒消失不见的四岁男孩松刚生死案 和失踪后三点受到匿名性的 家冒前雪失踪案 本次的柯南案件在神隐背后 隐藏了一个更大的阴谋 破有种动画一千零一十七集 在破获了寡妇杀饭后 远泰又在寡妇的房间里 看到了四个灵位之感 看了特别片 无论是实体书 还是在网络上的资源都比较稀有 本期视频中所用到的所有图片 均为首拍 长篇讲逻辑 短篇讲故事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神隐之谜 上级 陈南 佐藤先生 在深山中 搜寻了三天散叶后 村长佐藤彻南仍然不见踪影 我们已经搜索三天了 这一带的山全都搜遍了 看来 果然像我们家老太婆说的那样 别胡说了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哪里来的神隐 一位老者说道 另一边 柯南带着第三三傻 来到这座山里抓独角仙 博士 你亲戚的村子 真是个好地方 这里又安静 空气又清新 干净又卫生 阿利博士则说 其实以前 这个村子挺热闹的 但人口不断减少 现在全村 已经不到500人了 阿利博士没有选择回家 可以在圣元战团 绕路到了神社 这也引起了战团的不满 一大清早 就跑到这个阴森森的地方来 博士却是这么解释的 我们住在这个村子里 应该去神社 打个招呼 这座神社 看上去真的有点恐怖 而当远太 透过窗户的缝隙 往里看时 却看到了 一排排的面具 博士 阴沉着连接失道 这个村子很久以前 就经常发现神隐 一旦有人失踪 村民们 就会仿照他的模样 做一个面具 供奉在神社里 此求失踪者 能够平安归来 被吓了一跳的 工业和元太说道 那只不过是迷信吧 突然有一个面贪男 路过说道 这可不是迷信哦 你们这些 大城市里来的人 总是会把乡下人 说的话 当成迷信 而柯南注意到 这个面贪男手上 正拿着个面具 面贪男说道 大概在两周之前 我们村的村长 佐藤彻男失踪了 同时面贪男 还反驳拉利博士 把面具供奉在这里 并不是为了 祈求失踪者平安归来 而是祈求 死去的人不再回来 升天的人 一般是不会回来的 如果他们 不小心回来的话 就会穿过 这座神社的墙壁 变回可怕的厉鬼 回到这里 我们在墙上 挂着面具 就是为了告诉他们 村里的人 都还好好的 这样一来 鬼就不会从墙上出来 不过听说 偶尔会有卡在墙上 动不了的鬼 这段话也为之后的案件 埋下伏笔 面贪男 更是警告了三傻 今晚是满月之夜 是鬼回来的日子 你们多拜拜神 否则说不定 会遇上鬼的 吓得递单三傻 赶紧摇零起伏 阿丽博士 跟亲戚聊天时 亲戚说道 我们的村长 是在两星期前的夜里 说要去神社一趟 结果就失踪了 可难猜到 阿丽博士 是为了让三傻夜里试胆 才绕道去神社的 而到了夜里 果不其然 三傻偷摸地爬起来 什么神医 这一定是 伪装成神医的绑架案 这次轮到 我们少年震撼团出场了 布美却说 我们丢下柯南 自己来这里 不好吧 袁泰却说 那家伙在 老实会说有什么危险 真是烦死人了 光源复合道 就是 有我们三个人 就足够了 当三个人 鼓足泳池向前冲时 却突然想起了乌鸦叫声 下地一击零 三人组再次大喊 我们可是少年震撼团 才不害怕什么鬼呢 嘿哈 结果 一个突然跳出来的青蛙 就把袁泰吓得半死 飘过的柳絮条 让布美尖叫起 光燕更是一不小心 就踩到了池塘里 废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又走到了神圣门口 当手电筒 近距离看到了 一排排的面具时 似乎也没有什么 特别的地方 就在这时 突然 有一只手 摸到了袁泰的肩膀 吓得袁泰手电筒都丢了 直接扑到了面具里 而来的人正是柯南 柯南一脸调戏地看着袁泰 想甩掉我吗 而当柯南拿着手表型手电筒 照向袁泰时 袁泰的身后 真的有一只手 外加低下来的人脸 袁泰鼻涕都被吓出来了 定睛一看 一具尸体被卡在了墙里面 正看着袁泰 伴随着不美的尖叫声 柯南的死神体质 又发作了 这本漫画出版于2005年10月 那时候 上海战团夜晚探险 还是用手电筒 而到了2021年播出的动画 1061集中 已经开始直接用手机的手电筒照明了 诶 说到手机 最近有雇计需求的朋友 可以上拼多多 百亿补贴看看 628活动强势来袭 狂洒 100亿优惠券 直接降价 不玩套路 不拒比价 比如 iPhone14 Pro Max 补贴后 只需要7049元 拼多多补贴后 相当于官网价 打了七八折 可以直接打来拼多多 搜索 88782进入 也可以直接点击评论区链接 直达活动现场 而像机械革命 笔记门电脑 官方补贴 1550元后 仅需要 6348元 除了数码好价外 潮鞋 美妆 家电 均有补贴 比方说 399元的 安踏 开汤姆森 七代人靴 260元的 缆扣 缝晒 我自己的 许多舵手 也都是在 百亿补贴下单的 补贴价 市场成本 减价官方补贴 因为是拼多多 官方补贴 所以低价 而且 所有百亿补贴商品 承诺 甲一赔时 有品质显的 双重保障 上拼多多 参加百亿补贴 618狂欢 低价 就是这么简单 神影之谜 死者正是 开篇提到的 两周前 下落不明的村长 佐藤彻男 现年68岁 虽然死因 要等尸体 从墙中取出 才能确定 但基本可以确认 死者已经死亡 一个星期了 来自警察们却说 在村长 失踪第一时间 就检查过这座审舍 并没有发现 有什么异常 推测 村长被杀的原因则是 村长一直在 积极推动 拆掉这座审舍 去盖一座 新的设施 现在村长死了 被村民们 理解为报应 上海战团 也跟警察们说 早上去的时候 还什么都没有 警察耐心解释道 水泥 不可能半天时间就干了 所以凶手 几天前 就把尸体埋在这 警察推理 凶手有没有可能 在尸体 露出墙面的地方 挂上面具 却被工业反驳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但肯定会露出一大截 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而早上来的面贪男 也坐镇 进去的时候 的确没有看到尸体 推理水平 跟毛利小色狼 比较一致的警官 在你们早上走了之后 先拆掉原来的墙 再把埋着尸体的墙 整个搬来 安在了神社里 这么说来 凶手可能是多人 或者运用了机器 可是我们今天 白天转变了整个村子 也没有看到 那么多人和机器呀 而在周围 也不知不觉 聚集了很多村民 都在说 村长是为了中饱私囊 企图卖掉村里的神社 因此触怒了山神 才遭到神的惩罚 警察却吐槽 难道神 还会用水泥吗 柯南盯着 装着尸体的墙看了一会儿 感觉与早上见到墙 有点不一样 却说不出哪里不一样 在警察 把尸体的藏里取出来后 柯南又仔细看了看墙体 长在盐壁上的树根非常多 摸了摸之后 柯南俯身 看了看地底的树根 随后说道 如果神医的真相 和我推理一致的话 凶手就可以利用这个 被诅咒的村子的秘密 让埋着村长尸体的墙 断暂出现 在没有毛利大叔和原子时 这次公开推理的任务 自然就交给了阿丽博士 真相就是 只需要一个很简单的机关 就可以让藏着尸体的墙消失 那就是 那堵墙只不过 被转了180度而已 只要在墙底 插入一块保木板 再把墙壁向上抬一点 就可以用它做轴心 很容易就可以转动墙壁 墙底还能看到旋转后 留下的痕迹 警官却指出 可是这面墙 会被紧挨的是岩石呀 哪有地方转动墙壁呢 村里面 依旧因为神隐而失踪的人 会变成鬼 穿过这堵墙回来 这个传说 很有可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现实就是 以前村里太贫穷 一旦遇到饥荒之类的灾害 村民们无法正常生活下去的时候 就会假借神隐之名 杀死没有劳动能力的人 做法就是 把他们关在这块岩石背后的洞穴里 活活饿死 仔细检查这墙体 才能发现 上面有几个可疑的小洞 那把手插进去转动机关后 就能看到墙后面的山洞了 而山洞里 出现了大量领壤的白骨和骷髅头 柯南心想 恐怕这些就是那些失踪的村民了 把村民关进这个山洞里 然后堵上岩石 拴上锁 他们就再也出不来了 偶尔可能有因为墙壁没有关进 被关在里面的人 向挖开墙逃出去的情况 因为憎恨村子里的人们 抛弃了自己 所以被看到的表情都非常可怕 现实中类似的案件是 2020年 陕西58岁男子 因为嫌弃 瘫痪的79岁老母亲 在母亲直接活埋到母坑中 在三天后路过明镜 才因为听到了呼救声 将木坑内的老人救出 最终该男子 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刑拘 回到本次案件 凶手因为要旋转墙体 所以需要爬到地板下旋转岩石 地板下因为有不少锋利的石块 很容易划伤 柯南在地板下 找到了占有凶手血迹的石块 而凶手正式开头 去陈设挂面涓面贪婪 作案动机则是 从村长手中埋走土地的开发商 是被邪教操纵的公司 而面贪婪之前 因为邪教吃了不少苦头 村长却根本不理会他 逼不得已 面贪婪只好杀了村长 然后煽动村民 反对建设这块土地 本来打算装作自己 发现了村长的尸体 把神隐传说 弄得更逼深一些 没想到被少年战团抢先了 事件结束后 在回去了路上 袁泰还是感叹 神隐真的好可怕呀 咦 柯南怎么不见了 刚才上厕所的时候还在呀 难道是神隐 真相则是 博士一行人 把柯南忘记在了村子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觉得这新视频还不错的话 欢迎长安点赞钮 一切三连收藏本期节目 祝点赞各位一夜暴富 别忘了 持平多多 搜索88782 参加百亿补贴 618孔欢 长远长逻辑 短远长故事 我是阿部主 优惠窝科 咱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